中国经济若持续恶化川普前军事班农,中共可能武力散台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交事务特别顾问,日本众议员何景克行又17日来台与蔡英文总统会晤前,增污7日在华府何以无? 美国官方职务的班农左长谈,图鞋自何景克行官方脸书,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的前军师,前白宫首席特事班农Steve Bannon,今日首次针对台湾问题公开发表看法班农,透露年轻时作为美国海军军官,曾多次随军进出台湾 他说,若中共进一步燃止台湾,热爱自由的西方国家人民会全力支持台湾,而未来5到10年,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恶化,中共政权可能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班农,曾随美国军舰来访台湾多次班农回应 自己年轻时,曾是美国太平洋舰队上的海军军官,早已随着军舰停靠过台湾多次 当时美国和台湾就有密切的军事合作,因此美国人民一直深爱着台湾人民 我认为,台湾已经受到美国人民的权力支持 班农表示,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小布希George W. Bush和奥巴马Berrycobama掌权时期会尽量避开在台湾海峡、南海、马六甲海峡活动 然而,如今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,在这些敏感水域的活动,已经转变为主 等介入美航母战斗群,较以往更具挑衅的在敏感水域群一般蒙进一步透露 在奥巴马时代奉行航行自由口号的美国航母战斗群 即使有航行通过相关水域、雷达、火控雷达都会关闭 但现在则不同包含巡洋舰、潜水艇、驱逐舰在内的美国航母战斗群 正在以更具挑衅性的方式,在这些水域寻衣 班农强调这些行动,是针对中共政权 而不是中国老百姓班农还说 如同毛泽东时代努力中国人民 中共正在试图努力台湾和香港人民对此 他想表达的是,热爱自由的西方国家人民 会是你们的盟友,你们没有被遗忘 另外班农想提醒台湾随着中国的经济持续下行 没有能力解决经济问题的中共政权 可能会以军事行动来转移内部压力 班农说,应该注意观察入侵台湾的可能性 这将是未来5-10年内的世界热点之一 班农,曾被西方媒体视为川普的大脑 因故离开白宫后外界普遍认为 班农已丧失对川普政府的影响力 然而,根据日本共同社报导 身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外交事务 特别顾问的日本众议员和景克行 7日静特别跟眉 有任何官方职务的班农 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交换意见值得玩味 请不吝点赞订阅